涉及中銀行淘汰性案 前面前逃九年的重大經濟罪犯 前立委王志雄上個月九號 在中國遼寧省大連 被大陸公安逮捕了 昨天晚間被調查局 從中國上海押解回臺 今天上午也被台北地方法院 申請羈押警戒 面帶笑容潛逃中國長達九年 被列為十大經濟通緝要犯的 前立委王志雄 昨天深夜由調查局幹員 押解回臺 輸送台北地院歸案 我很高興回來 你在大陸過得好嗎 坐好還是台灣 上午台北地院召開積壓題 王志雄身壓漸漸獲准 2000年前中心銀行 爆發八百億元虧空案 由政府重建基金 花了五百八十億 填補資金缺口 最後由聯邦銀行 以七十一億買下了中心銀 王玉雲 王志雄父子 被控違法放貸 晶圓颱風等六大集團 一百二十六億炒股 建方在2004年 一倍性等罪 起訴了王志雄 被求刑四年半 但王志雄早已潛逃中國 2005年發布通緝 王志雄在上個月九號 被中國公安 在梁寧省的大連市逮捕 據說他被逮捕後 動用各種關係 想要繼續留在中國 但最後總算被押解回臺 王志雄也告訴調查局的探員 原本他計畫在馬英九 當選後回臺投案 沒想到父親王玉雲 也跟著躲到中國 後來父親在2009年過世 就在北京料理後事 原本想說再躲十二年 等到通緝效期見滿 沒想到還是被逮 記者綜合報導